有人说这个世界是60后的,因为他们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70、80后的,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90后的,因为他们是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我说这个世界是有梦想的人的。 因为梦想是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一切都开始移动互联网化。 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什么? 不是对手比你强,而是你根本连谁是对手都不知道。 新的更强大的对手已经用互联网思维在布局跨界打击你的市场,但你却浑然不知。 等你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彻底的进入。 电信案例如瑞兴杀毒收费,360杀毒进来全部免费,让整个杀毒市场翻天覆地。 微信7个亿的运户还在增加,直接打击了中国移动、电信和联通的饭碗。 余额宝的出台18天狂收57个亿资金存款,开始抢夺银行的饭碗。 科大的葬礼已经被人快要遗忘。 摩托罗拉、诺基亚、东芝、索尼都在排队等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便利 更关联 更全面的商业系统正在逐一形成。 世界开始先分后合,分的是那些大老的家业,合的是新的商业模式。 未来酒吧还是酒吧吗? 咖啡厅还喝咖啡吗? 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吗? 餐厅就是用来吃饭的吗? 美容业就靠折腾那张脸吗? 肯德基可不可以变成青少年学习交流中心? 银行等待的区域可不可以变成新华书店? 飞机机舱可不可能变成国际化的社交平台? 你不敢跨界,就有人跨过来打劫。 未来十年是一个海盗加年华,各种横空而出的人物会遍布各个领域, 他们只是抬了个头而已。 接下来的故事是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